台湾因为处于我们这边的比较封闭和无知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觉得很大惊小怪的 就觉得好稀奇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由于十几个妇女团体在今年四月间 认为何春蕊架设这个网站有触犯刑罚猥亵的嫌疑 因此他们联合要求检方来查办何春蕊 何春蕊在23号上午11点钟到达台北地检署来造案说明 而何春蕊引用许多文献资料 要证明他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才架设网站 那学术网站所做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平时的去呈现 动物链者以及动物链的文化影像 文化的这个分析文化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 让大家能够平时去判断 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在文化中存在的状态 人兽焦一般人根本就难以想象 而何春蕊的网站究竟是散布色情还是学术研究 恐怕又是一场罗生门 三立新闻谢官李瑞成SNG小组台北报导 那么昨天呢台币是 妇女团体控告指出 她在网站上面张贴了人兽焦的图片 妨碍风化强害青少年的身心发展 台北地检署的今天上午已经传讯了何春蕊 而她本人则是强调呢 图片是作为学术资料库使用 并没有公开散布的意思 学术网站其实动物链的部分 已经存在有四年之久 就连检举色情的妇女团体 开的这些这个单位的话 从来就没有找到她 可见呢她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 人人一上网就看到的东西 她存在在一个学术的资料库里面 而且只是作为一个范本 一个样本来显示说 动物链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夸大了 她这么容易地被得到 何春蕊也强调呢 这个学术网站 严肃地研究人类行为学 绝对不鼓励青少年学习模仿 和青色图片本来就有所不同 目前呢国际间也是相当地 重视这个官司 她已经获得了有20多个 国际研究团体的支持 希望检察官在调查了之后 对她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也不识到您相不相信呢 这是一份网络 这是一个对她们来讲 是一个支持 也是一个肯定 让她们能够重新去面对自己 然后处理她们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样去进行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状态 只是我们要问 如果人兽杂交是尊重人权 那么动物的权利呢 动物不会说话 怎么知道它们是心甘情愿 民事新闻张晓的林明皇 台北报告 台北关心增期 被宗教跟富佑团体控告猥亵 检察官警的上午召开侦察庭 何春蕊说 他这么做 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 有关于亲亲宠物 就是谈到人跟动物之间的 非常亲密的关联 何春蕊拿出两本 国际性学研究知名书籍 一本叫做亲密的宠物 一本叫做马语人 他强调动物链或人兽交 一直都在性行为的 学术研究领域中 不过学术研究是一回事 在网站上提供人兽交图片连结 任何人都可能看到图片 这到底算不算猥亵 他存在在一个学术的资料库里面 而且只是作为一个 版本一个样本来显示说 动物链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何春蕊说 就算人兽交图片被青少年看到 他们也不会学习 对于有动物链倾向者 他的研究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 这期官司 引起两千多名国内外学者 上网联署支援 他们希望司法能保障 学术研究自由 台湿新闻 丁木群 陈苗生 台北报导 又有告诉他是在研究网站上 张贴人兽交等等的照片 结果是被立委还有妇女团体 告发猥亵 检察官是在上午传唤 何春蕊道案说明 厘清案情 目前其实在国际学界和运动界 都已经形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国际事件 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 会走到法院来处理 实在是对台湾的民主进程 一个很大的一个倒退的现象 在我们的动物链网页上面 也只是提供了图片的连结而已 而且那样是一个学术的网站 上面有非常多的文字 来描述和分析讨论 这样一个议题 没有想到 对于那些只看图片 然后就会情绪发作的人来讲的话 这会构成 对他们所说的一种 猥亵的一种定义 那我觉得这次 而春蕊说 他的性学网站 完全是学术性的 尤其是有关于人寿教的部分 更是一个国外从19世纪 就开始研究的严肃议题 跟外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而当他被问到 网站张贴这些图片 会不会对青少年造成影响 他则是说 事实上他更乐观的 认为 藉由网站上面的学术性文章 对青少年而言 有教育意义 由于十几个妇女团体在今年四月间 认为何春蕊架设这个网站有触犯刑罚猥亵罪的嫌疑 因此他们联合要求检方来查办何春蕊 何春蕊在23号上午11点钟到达台北地检署来造案说明 而何春蕊引用许多文献资料 要证明他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才架设网站 那学术网站所做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平时的去呈现动物链者以及动物链的文化影像 文化的这个分析文化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 让大家能够平时去判断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在文化中存在的状态 人受交一般人根本就难以想象 而何春蕊的网站究竟是散布色情还是学术研究 恐怕又是一场罗生门 三立新闻谢管李锐成SNG小组台北报道 很多人都有在 遭到立委还有妇女团体的告发 而检察官在今天上午也传唤何春蕊教授道案说明来历清案情 这件案子目前其实在国际学界和运动界都已经形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国际事件 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会走到法院来处理 实在是对台湾的民主进程一个很大的一个倒退的现象 在我们的动物链网页上面也只是提供了图片的连结而已 而且那样是一个学术的网站 上面有非常多的文字来描述和分析讨论这样一个议题 没有想到对于那些只看图片 然后就会情绪发作的人来讲的话 这会构成对他们所说的一种猥亵的一种定义 那我觉得这次 何春蕊教授表示 事实上他的性学网站完全是一个学术性的网站 尤其是关于人寿教的部分 更是一个国外从19世纪就开始研究的严肃议题 跟外界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而被问到了网站上张贴了猥亵的图片 会不会对于青少年造成影响 何春蕊教授说 事实上他更乐观地认为 藉由网站上学术性的文章 对于青少年而言 还可能会更具有教育上的意义 而接下来这个场景 或者是这整起事件 对于很多家长来讲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生气的 那就是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因为在他所主持的性别研究网站里面 张贴了大量的人寿教图片 被立委以及许多的父权团体或家长来告发 说他已经触犯了刑法散布猥亵图片的罪嫌 他被地检署今天上午首次开庭 何春蕊教授他亲自出庭应讯 不过他还是坚持照片是用来研究用的 根本无关乎色情 在身影人士的陪同下 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 而13号上午精神异异的出现在台北地检署 准备接受检察官的约谈 因为这件案子目前其实在国际学界和运动界 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事件 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会走到法院来处理 实在是对于台湾的民主进程 一个很大的一个倒退的现象 那人寿教或者动物链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在性学界是一个长年以来就有的研究题目 才刚从国外结束学术访问行程 何春蕊就接到检察官的传唤 原因在于今年4月间 有地委和多名学生家长 共同向地检署告发 何春蕊所主持的性别严重网站 可以连接到人寿性交的图片 涉嫌触犯刑法猥胁罪 动物链者目前也已经在组织 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运动面对自己的性生活 面对自己的性倾向 也面对自己的性的生涯经历 然后争取他们的人权 因为除了在他们这个性向上面的取向 跟别人稍微有些差异之外 他们认为他们也是社会上 非常有生产力的自己的公民 何春蕊强调 国人不需要对动物链的研究感到大惊小怪 而这样的研究空间也不应该受到打压 中文新闻 陈佳明发书请台北报导 到底是学术自由还是这个猥褻跟色情呢 今天关键报告现场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常关键的主题人物 也就是在画面当中您刚刚有看到了 就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何如生蕊 何教授您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了 就是这一次包括了许多的妇女团体 甚至她自己本人也这个在基金会里面提出告诉 而她这一次代表的是这一次的检举人 也就是原告律师尤英夫 尤英夫 尤英夫 你好 大家好 好 今天这个我们知道说 教授今天在开完庭之后 马上回到了这个中央大学 首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事发当时的时候 你人在日本 的确在这个事发消息 人受教这三个字 已经引起非常大的这个讨论 回过头来看 我们就说这事情的争议到底从何而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请观众朋友来看一个这个网站了 我们现在提供给你的 就是这个中央大学 由这个何春瑞教授所成立的这个性别研究的这个网站上面 当初这个所谓的这个为了学术研究 而放上去的这个网站 就是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原本按照刚刚这个何老师的说法 他说就是在这个网站的左下角这个地方 左下角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叫做连接网站 就是性解放的网站 关于许多这个性解放的这个子题 或者是课题你只要点进去就有很多的这个子题课题 有许多的学术研究的资料在里面 而这一次引发震撑的所谓不管是动物链啊 或者是人受教的这个资料 教材就在里面 而许多这个家长或者是这个学生看了之后 其实反应是很两极的 很多的学生有人支持 有人是觉得很恶心 所以让家长就像这个妇女团体 或者许多家长自己自发的提出了这个检举 像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因夫教授 有因夫这个律师 他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个何老师 事发当时你人在日本 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 可以向我们全国的外人朋友来解释一下 当初你为什么会把这个网站 放在你自己的这个所谓性别研究里面 性别研究室本来就是一个研究 跟性别和性相关题目的研究室 那我们为了充实国内 有关性学研究的这个资料累积 所以我们才开始从1999年左右 设立了这个性学研究资料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 我们就把它名字称为叫做性解放 那当时的话放在我们的性别研究室之内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收集学术研究资料所得 后来的话因为这个校方觉得说 有一些团体的话 因为上一次透过像原著教育这样的议题的话 有一些争议 那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网站移出学校 因此很早从2001年开始 这个网站就已经不在性别研究室的页面上面 从性别研究室的页面上面只能连到一个很小的入口网站 叫做国际边缘 在国际边缘页面上面有数十个选项 有个不同的网站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性别资料库的网站 那从那边进去以后 你还会看到大概将近50个不同的页面 相关于性学研究的非常多的不一样的题目 在这些题目当中有一个叫做动物链 不过那也只是一个而已 它并没有被特别的凸显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 他是特别有心想要找的话 也是要经过层层的点选以后才能够找得到 那如果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的存在 事实上这个网站已经存在从1999年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除了一些学术界的这个研究者之外 上来参考资料 其他根本没有人提到 就连所谓的检举色情的这些团体 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一个网站的存在 4月份的时候是因为 大家可能都知道 目前的报纸报道也逐渐的苹果日报化 那有一些记者想要找寻一些耸动的题目 所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其他的新闻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是 这里有一个网站 他在外里面一个一个看 在里面挑选 他觉得是最耸动的这个题目 然后把这个题目共诸于世 那因此才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 可是我觉得这个争议其实蛮好玩的 因为动物链从19世纪性学研究开始以来 就已经是一个很正统的 非常重要的研究的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在性学的任何一本书 大家只要看性学研究任何一个专门的书籍里面 都有性动物链这个项目 所以在学术界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况 那各位如果想看一看 像这一本就是一本有关于动物链的专书 作者Dekker先生 他是一位曾经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生物学家 全球知名 而这本书出来了以后的话 也得到了动物解放理论大师Peter Singer的一个强力的推荐 像这本书里面的话 除了解说各个文化里面所存在的动物链现象之外 同时也有大量的图片 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嘛 就是对于人们不常知道不太清楚的一些解说的话 通常要有图片的辅佐 这就好像泌尿科的教科书上面 也会有各种菜花灵病霉毒的这个生殖器的这个模样 这其实没有牵涉到任何的所谓色情或者猥亵 那有一些人说是你的网站上张贴照片 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张贴照片 我们只提供连接 你还得点选进去才能看到 也就是说大量的照片 对不起我们的网站上面大概只有十张左右的照片 其他有很多的 你所坊间呢 你只要到这个入口网站 什么Google啊 Yahoo啊这种地方 你只要打进去 这个Beachiality 或人寿教的这个英文字的话 出现的网站何止一个两个 是数十个数百个 每一个上面都有成千上万的非常露骨的照片 这个跟我们相提并论说 我们是色情猥亵 我觉得一方面是表现对于性学的无知 另外一方面更是表示这个社会过分的封闭 以至于分不清楚 到底这个学术的研究 跟色情猥亵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好 我们刚刚借由这个何教授的这个说明 相信观众朋友借由这个何老师的这个说明 应该很清楚他的立场 不今天同样关键报告 我们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 就是今天的这个检举人 尤英夫律师 其实律师听到刚刚何老师这一番话 你一定非常的不以为然 尤其你今天同样也是有备而来的 就像刚刚这个老师有提到 他根本没有所谓张贴照片 充其量是十张照片 不过对于这十张照片 或者是是不是可以轻易的点选到 这个由律师有不同的看法 律师 我想啊 现在到他的刑事责任的时候 他就说忘记了 记不得了 什么十张 其实不止了 我想今天他强调这个学术自由 我想我们大家都尊重学术自由 都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的告发人 都就是检举人 对他的学术自由都尊重 问题是你跟小孩子在讲学术自由 你跟那个儿童在讲学术 等于对你有谈起来 好有意义 好有意义 所以你这个叫做假学术自由 来滥用你的这个学术自由 来这个来散布色情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说猥亵罪 这个因为你这个刑法235条 讲序就是散布博送货 贩卖 这个贩卖 猥亵罪文字图发声音影像等等 共能关难 你这个是猥亵的问题 我曾经看到报纸提到说 一个最高法官说 如果这不是猥亵的话 那什么叫做猥亵 我想任何国家 对这种所谓色情的 这种色情的这种突变的 这个散布 绝对是 这个以猥亵罪来论断的 绝对没有任何国家 请问何教授哪一个国家 没有维亵罪的存在 你找到那么多人来生源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比你更多的人来生源 因为很多我们这个高花林里头 很多都是家长 国中国小高中 他们的家长非常反对 当然包括一些妇女 妇友团体 还有宗教团体 非常反感 因为这个色情的这种图片 它其实不是说大人看 连一般人看都觉得非常反感 怎么可以动物 这种性行为 这个座外都在这个网站上 让大小人 这个所谓小孩子看大人看 我想这个其实都 在我看都没有道德的修行 好 御师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说 其实你今天也带了一些 当初你从网站 所download下来的一些图片 当初你是从什么地方 从这个网站直接拿到这个图片 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 他说要点点的层选 这个层层的这个点选 不是说你想看就看 但就您自己个人的经验 你当初拿到这个资料 到底容不容易 有没有很困难 其实你今天也带了 这些图片来对不对 你是问我 我还问 对 律师 他这个很简单 只要点选就上去了 他没有任何的警告标语 所以小孩子都很容易上去 我这里有一个新闻报导 就是富邦文教基金会 他说现在他这个调查 2700个国小三年级 自60级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 他说这个已经网络 已经成为小孩子的这种 这个观看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他已经 这个高达61%的受访者 认定网络是他们最需要的媒体 所以已经比电视 比报纸更受到小孩子的钟爱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小孩子你看几岁 他都能点选到这样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受教 我想其实做家长都非常的反感 非常的感冒 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何教授 其实你刚刚也听到的 这个尤律师或许他代表的 这是许多家长的心声跟意见 就您了解 你说其实我本来就是为了学术 学术专用的 不过你有没有曾经去考虑到 很多的儿童 他们经常是 就像你看记者 他可以很容易去找到 这个所谓的新闻报导的资料 很多儿童他也经常是在 有意无意之间 他就点选去看了 他也不管你 当初就是为了学术之用 或者是他就是 其实只是为了色情 好看猥亵而已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几项问题 是有律师提到 那我觉得需要被澄清的 第一个 它确实很不容易 而且老实说 网络的网站这么多 色情的邮件 常常进入你的信箱 谁会想到要到一个 学术单位里面 而觉得里面有色情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夸大了 人们可以上这个网站 来找到色情的这个容易性 另外一方面我已经说过 他其实要经过很多次的点选 才能够点选到 而且这个在点选的过程当中 页面上都是四五十个选项 要能够特别去找到一个选项 看到一个东西的话 不是那么样容易 大家不要夸大地说 我有个朋友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常常在书店里面 有一些限制级的书籍 它是包着胶末的 那包着胶末的话 如果说上面已经包了胶末 你要把它撕开来 把它翻到一些 你觉得有违些性质的图片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已经把那个胶末突破 把那个保护的那个网子 那个选择权通通都揭开来 以后才说有这样一个图片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 事实上已经忽略到 原来就有那个点选的选择 和那个保护性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认为 儿童与青少年 遇到这样的材料的话 会受到影响 这种说法其实跟我们从前 所听到的另外一个说法很像 就是说不要有同性恋存在 因为如果有同性恋存在的话 那儿童和青少年 知道同性恋的存在 就会学 然后就会变成同性恋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大家也认识到 这样一个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性倾向是学不来的 是模仿不来的 所以这种夸大 说大家都一定会学 我觉得也是根本 就是漠视了 我们事实上 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还有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说家长非常的忧心 我讲一个家长的故事给你听 世信大学有一位夏教授 他有一次的作为一个家长 他讲一个故事 他说他小的时候 邻居到旁边的河流里面游泳 结果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 附近这个社区 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告诉小孩子说 不要去游泳 水是可怕的东西 你会死掉 所以那一社区的小孩子 其实从小就被调教的 对水有恐惧症 以至于他们到成年以后 都还是觉得水不是个好东西 夏教授后来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才突然发觉 其实别的国家的 新近国家的人 他们教导小孩子 不是这样教的 他们觉得人可以跟水 有一些不同样的关系 你只要好好的教育他们 他们其实可以掌握这个水 也知道怎么样在水里游泳 而能得到一个健身 一个游玩的工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夏教授突然意识到 他这么多年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心里面所负担的 对于水的恐惧 其实是很无聊的 因为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资讯 让小孩子知道 小孩子能够看到以后 他觉得资讯世界里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能够学会在中间 去掌握怎么样挑选 怎么样去经营他的人生 你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恐惧 害怕恶心 事实上他没有面对现实的能力 这样的教育 难道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 像这一次的告发事件 我认为对于社会做了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 动物链的网页并不会影响到人变成动物链者 但是这样的告发事件 却会使得国民养成封闭歧视 拒绝不同的生活形态的人 拒绝甚至认识他们 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心态 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过去政治戒严有什么两样 我们现在只不过在一个性的冷战 性的戒严的状态下 想要封锁所有的资讯而已 不过我也说一句老实话 我觉得今天这一些团体之所以告发我 这个网站上面有人兽焦的图片连结 其实是相装无件志在佩工 他们几时关心过人兽焦 台湾从来没有谈过人兽焦 今天之所以要告发 其实是针对我何春瑞而来 原因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来 这些团体在社会里面推动了很多的立法 修法使得人民在网络上面的任何接触 言论都受到监控都受到诱补 这个在原教的案例上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在台湾有多少人肯站起来 抗拒这样一个言论和法律的紧缩呢 我写过很多文章 我在社上面也组织过一些座谈会 我甚至跟警大的教授在报纸上面辩论 认为言论自由在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和接触自由 是人类基本的人权 也到了今年的四月 连警备总部都觉得用诱补的方式来侦办原教案 其实是不妥 所以这里就可以证明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社会的正义之声 来抗拒社会的进一步紧缩 抗拒这个社会继续地被无知 被恐惧 被歧视 被封闭所笼罩 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个案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好 何老师我们刚刚非常清楚听到你的意志 不过我相信有律师一定不这样子想 有律师今天刚刚何老师已经提到了 你们是对人不对事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讲他错了 这个高发的团体里头我可以讲好几个 包括国中的学生联合会的会长 国小高中都有了 还包括中子同济协会 包括三目社会福利基金会 包括立新社会很多团体 不是一个团体了 所以他不要弄错 事实上这些团体实在是觉得很过分 那我们这个儿童少年保护委员会就是专门以 注意这个儿童少年这个身心健康发展 那我想几个观念需要澄清的 这个何教授讲那么多 其实他不会就是说这个学术自由 那这个言论自由不受影响 其实这些我们 其实我们比何教授更早来维护新闻自由 这个其实您恐怕还不晓 我们过去争取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努力 这个暂且不说 我想他把这个何教授把事情搞得 就是说他一直强调学术自由 言论自由 其实他没有考虑到 这个是对儿童身心 对儿童少年怎么谈到学术呢 谈到言论 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而且就他所说的那本书来讲 我不相信说在美国 这个小孩子都可以拿去看 在美国的话 他们有些这个书店 他都分区 你小孩子不能随不随不进去 买这个去翻 去看都不可以 而且买都不行 所以他还有分级制度 那台湾有这个儿童少年福利法 也规定说要这个分级办法 对小孩子呢 你大人呢 你家长或者是这个建户人 如果把这种影响到 身心健康发展的东西 给他看的话呢 你还是犯法的 所以他这个 这个何教授一直讲教 学术有其实讲得太远了 我想很简单就是说 你没考虑到 你作为父母 你愿意把这种 这种色情图片给小孩子看吗 你小孩子看吗 你愿意把这种 这个动物链的 所谓动物链 其实就是那些东西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就请教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给他看吗 我想你也不会了 你既然不会 你为什么要 在网站让大家来看呢 你说层层进入 其实不见得 你容易进去 这个小孩子都比你更聪明 他都会进去看的 再来就是说 这个 你是在分摇 就是说 色情跟学术分在一起 我想这个是差太远了 很多学术团体 在讲学术的时候 可以讨论这种 什么动物链等等都可以 可是在限制 在教室 限制一定的人 这个有某种程度的 有资格来讨论的 你是对所有的开放的 你说这个 层层进去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看得到 那我想这个 律师我必须先在这里 打断你一下 在待会新闻回来 其实在刚刚这个 非常充分的时间里面 你听到两遭的说法 其实就何老师认为 他没有挑战社会竞技 今天他把人寿教 拿来做学术讨论 其实本来就是呈现 已经存在的事实了 不过在今天这个网站 已经被移除了 可是其实这个 按照何老师的说法 你今天移除我 你色情在网络世界里面 根本不设防 你对其他的这个色情网站 又如何呢 在待会新闻回来 我们带你一起来讨论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 本件报道现场 延续刚刚我们 所继续探讨的话题 就是人寿教上网 到底是学术自由 或者是色情猥亵 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直接请教 这个何春瑞老师 何老师 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整起案件 到底是学术自由 或者是色情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 司法程序 当然接下来 就交由法官来裁定了 接下来我想请问您的 就是在历经的 这次的事件之后 你是不是会调整自己 性的这个问题上呢 会不会有所 在手法上有所调整呢 我会调整 我的调整方式是说 因为我觉得过去 老师说我们的网站上面 对于动物链的介绍 还不够完备 那所收集的资料和图片 有的时候代表性 都还不足 我们还希望能够 动物链的各种多样的面貌 都能够呈现 我觉得这是做性学研究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像这次事件出来以后 它其实引起 国际学界很大的关注 那很多性别研究 跟性学界的重要的学者 都是我平常写论文的时候 会引用的那些 世界级的学者 他们都在联署书里面 留言支持 认为这样一个学术空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也透过这个事件 其实使得台湾的性学研究 终于在世界学界 受到了一点点认识 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 是不可以停止的 好 所以按照老师 你的说法你会调整 所以你是会越做越多 按照你的说法是这样子 不是多耶 我觉得是把它做得更为完备 因为学术研究的话 本来就没有止境 对于一个社会的现象 文化的现象 你当然要对它有 比较更彻底 更完备的了解 那我觉得我们过去网站上 做的其实不这么多 可是现在因为 这样一个官司的话 其实使得这个网站的工作 完全的停顿下来 那对于学界来讲 我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损失 对于世界的这些 重要的学者来讲 他们也觉得说是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对于学界来讲 真的没有所谓的 什么学术跟猥亵 要混在一起 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些团体 要把所有的事情 当成猥亵 当成色情来处理 任何任何人如果说是 有他自己的素人自拍集 放在自己的网络照相簿里 现在也都是非法了 那我觉得这些团体 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大家可以看看 他们因为反色情 扫荡色情在过去 预算成长十倍 在过去几年当中成长十倍 那你会知道 为什么反色情 和扫荡色情 是这么样重大的社会议题 因为对于这些团体来讲 利益是蛮高的 那所以说像 比方像这个 所有的言情小说都要受审 必须要给这个 由律师来做一点澄清 因为直接提到的 不只是这整件事情 色情或学习自由本身 我想这个何教授讲到实在太远了 我想很简单就是说 这种人寿交图片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们谈谈哪这东西 我想我们关心就是说 儿童少年需要保护 他身心健康需要我们的大家来注意 事实上何教授你把它移除掉 你自己说把它移除掉了 你自讨表示说你觉得不对 才会移除掉 你竟然坚持学术自己 你当然要坚持 我们之所以移除网页 是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网页 我们以学术的严肃的态度 放了很多学术的文章讨论动物链 只有在网页的最下方 才有一个图片连结 这样一个学术的性质 被耸动的媒体报道 和被这些团体的情绪渲染以后 上网来看的人 有很多人已经不是用 我们所想要的那种理性的 平和的态度来看 所以我们觉得 不要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 让这个网页继续的存在 你弄错事实了 其实你说你把它关闭这个网站 其实跟你讲 检察官已经叫教育部查过 是教育部把它关掉的 所以不是你关掉 我只是随便提下来 那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他也支持儿童网络保护法 对儿童网络 他也是要把他这个色情网站 他也是区隔 而且他有防火 完全是假罪学术自由 你让小孩子去看 儿童去看 你根本没有考虑到 儿童的身份健康发展 我认为这个非常缺道 我从来没有吸引 也没有鼓励 也没有宣扬 这样一个网页的存在 但是学术社群的资讯交流 不能因为保守的道德 而封闭起来 再加上各位必须要认识到 你们到底要养什么样的小孩子 你们要用那种封闭的心灵 对一切都恐惧的孩子吗 还是对于资讯能够有包容心 能够承认自己 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多样面貌 我觉得我们要教小孩子 要教那么充分的心吗 我在重复讲一次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儿童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你是谈学术 我正式考虑到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跟少年谈学术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我不跟少年谈学术的 我跟少年谈生命的现实 在文化当中所流传的一些遗产 我觉得对于这些事情 以一个开放的 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面对 问题是已经触完法律了 这个猥胁这个罪 我们认为是已经可以构成的 好 但是猥胁大法官的解释也说了 要看脉络 你不能说只是裸露的图片 或者有跟性相关的图片 都算是猥胁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有很多医院可以关门 大法官会解释 事例要解释 他解释不得清楚 你客观上 刺激满足人家幸运 然后引起观众的 听众的这种所谓厌恶心 厌恶感 羞耻心 全部都是属于猥胁东西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在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今天都非常 认真的以一个听众的心情 来听今天 其实两位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各有各自的坚持 所以我今天尽量不插话 让大家有非常充分的时间 可以陈述 其实在这当中 我们也获得了许多的 社会教育跟学习的机会 可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遗憾 没有办法让两位继续 我们也希望说 以后还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求教育两位 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 陈述自己的意见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关键报告现场 无论如何 这整起事件 已经正式的 进入了司法程序 判决如何 我们会持续的追踪 当然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可以 持续讨论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现场 非常遗憾 因为意识形态 非常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何春蕊因为在他的性学 研究网站上面 张贴猥亵的图片 被许多妇女团体 还有立委地状 要求检方调查 我们来看今天 开庭的场面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在今天传唤何春蕊 道案说明 那么何春蕊教授 则是再次的强调 网站是学术研究 内容是很严肃的 他说他难以置信 会这样子遭到调查 好 尽管何春蕊教授 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今天这个案子 是由更多的妇女团体 所联合提出的控告 那么认为在网路上散播 人受胶的画面 这已经涉及到 散布尾碎罪嫌 这到底是这个猥亵色情 还是学术研究呢 今天新闻最前线 特别邀请到两位当事人 来到现场 我们首先欢迎何春蕊 何教授 何教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好 也要欢迎的是 财团法人 中华民国出版品 平易基金会执行长 许文斌 许执行长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就请 执行长来说明 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会对何教授提出 这个涉及散布猥亵的告诉 我想这个 人受胶这个案子 其实提出告示 不是针对这个 何教授本人而提出 因为这个案子 事实上已经牵涉到 整个社情A的一个问题 整个制度面的问题 涵盖的相当的广泛 举例来讲 如果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社情的一个维护 不提出主张的时候 很可能等于就是 就同如何教授所讲的 那么人受胶它是合理化的 它是应该被支持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来讲 我在想我们所有的网络社情 可能会泛滥成灾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出 你们这样的呼吁 避免说这个网络色情会越来越泛滥 好 那何教授 既然其实有很多的团体 有提出来说 这种人受胶的画面 非常不堪入目 也不一定是社会的常态 那你为什么就不设个防火墙呢 也可以免除一些争议啊 对于一个学术资料收集库来讲 他希望各地的学者都能够进入 然后能够使用这个网站 一方面能够促进大家 对于这一方面的学术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也会使得 台湾的学术这个基础 能够打得更坚实 所以我们并不要设一个 注册的网站 我们也没有那样子的财力和人力 去做这样一个大的事情 我们勉勉强强能够有工作生 帮我们把这个东西 放到网站上面 作为一个资料的储存和收藏和交流 我们已经觉得不错了 事实上没有办法有那样子一个方式 还要注册啦什么密码啦 那这样如果说大家都可以上去的话 那你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防范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是不是也会是个问题 你就这个学者的立场来看 我觉得每一次 我觉得大家在讲说 任何人都可以上的时候 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是网络世界之大 这样一个大的世界里面 有很多垂首可得的图片 非常巨细迷移的图片 而且成千成万章的 送到你的这个信箱里面来的 这种图片 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需要千方百计的去找寻说 中大的性别研究室 网站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一层一层点选以后 进去去找寻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把网络上面的 这个色情的泛滥 也把它夸大成为说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人们好像都已经 受到色情的控制 我觉得其实是反色情的团体 希望借着反色情 来控制网络上面的 这个资讯流通 同时也借着扫荡色情 比方说检验这个漫画 或者检验言情小说 这个在中间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金钱的流动 可以使得团体在中间生财 那我也觉得像这一类型的 扫荡色情和反色情 其实很有问题 所以他们是 事实上是夸大一个社会问题 以便让自己的存在 能够更获利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说 像是这样子 对你提出这样的一个控诉 你觉得这是一种 典型的性恐慌 那台湾就会因此 沦为国际研究的笑柄 有这么严重 是 有这么严重 原因是因为 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个新闻出去了以后的话 国际学界对它非常重视 那这个重要的国际的学界 性别研究和性领性研究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 重要的大学领域当中的学者们 都联署留言 肯定我的学术成就 承认我在世界 这个性学研究上面的一个地位 而且也肯定这个网站 和这个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世界性学会 也就是性学学者的 这个世界性的组织 世界性学会的这个会长 写了正式的公文信件寄给我 然后呼吁台湾的社会 要认识到一个事实 就是所有的性学家 都支持何春瑞 所有的性学家都是何春瑞 因为他们在做 他们的研究场中 常常被一些保守的 道德上很封闭的人误解 说他们所做的这种学术研究 就是涉嫌或者猥亵 那我觉得今天 其实可能在台湾要去争执 这个色情是不是 这个跟学术之间 能够画一条线 我觉得这个争执本身 对于国际学界来讲 都是一个笑柄 好 所以何教授 你主要要阐述的一个 很重要的论点是说 那么这是一个学术自由 而且这个国际上的 有关性学研究的 也都支持你 好 那么如果是 以这个学术研究来作为 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想进一步请教 许执行长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我相当尊重 这个何教授的主张 也尊重他的诉求 那么今天会把这个案子 提到到这个法院来 这个要求仲裁 我相信一定有 他的背景的存在 那也就是说 何教授认为说 这个图片没有那么严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观众 都看过这样的图片 据我所了解 我给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读者所看到的人 都没有办法接受 连我们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 我们请他影印 交给一些媒体来做 这个媒体资料 大家都不愿影印 我可以看得到 了解到就是这些图片 实在是不是一般人 可以看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图片来讲 如果是说是这个大惊小怪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图片 那比这么更严重的 那么如果是说用这样的图片 可以挂上一个学士自由 然后就这个为首欲伟 那说实在的 那我们举例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网络 色情相当的泛滥 警政机关取缔再取缔 那么今天如果撇开这个网站 不是何教授在主持在经营的 这个是一般的老百姓在经营的 或者是一般的业者在经营的 警察机关发现这样的 这个网站里面 到底取缔不取缔 如果这个网站它是取缔的 那为什么学者 他就可以在学术的保护伞之下 可以不免被接受取缔 这样的理论到底是从哪里来 OK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来到这边 现在整个案子进到了司法程序 那么您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两边的意见 都各提出他们一个有利 非常有利的一个说法 那么包括了 那么有关这个富佑团体所提出的 那么是不是在网路上 有关这个比较猥亵的色情的部分的取缔 不应该有这个角色的分别 什么角色呢 就是说学者你所这个架设的就不用取缔 那一般人的为了要赚钱的就应该取缔 这是不是有这样程度的差别也不好 还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跟这个到底是不是猥亵之间 现在的双方因为谈不拢 所以要在法题上 请法官来给一个定夺 这个案子还会持续的调查下去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